我认为,好,这次我将出现太早,这次我将出现太早 自从2011年美国艺庄侠捷布克里斯成功穿越了天文洞之后 来自世界各地的艺庄飞行员每年都会集结到张家界的天文山 展开一年一度的全球艺庄之王大比拼 9月9号2017年全球艺庄飞行试景赛如期举行 不过,由于艺庄飞行对于天气的严苛要求 天文山骑山显风,气候多变 比赛从一开始便充满了未知和悬念 这样的天气其实对于艺庄飞行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由于天气的原因和能见度的原因 我们的比赛要推迟 哪怕是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 艺庄飞行世界第一人被誉为艺庄侠的美国选手捷布克里斯 依然选择在山顶云雾散开的时候进行试飞 而这个决定差点酿成了大祸 9月7号下午 艺庄侠捷布克里斯从直升机上跃下进行连环穿把军练 空中摄影师詹姆斯布尔紧跟其后 25秒后 捷布顺利穿过玉湖峰顶端的一号法标 但越过玉湖峰后 摄影师突然被卷入了捷布的尾流中 两个人瞬间相聚不到一米 一旦在时速200公里的途中发生了碰撞 那后果不敢想象了 就在即将相撞的瞬间 捷布突然大幅度变换了飞行线路 向右下方来俯冲 成功化解了险形 但是基本上 在这种第二个竞选择从鱼的鱼 的竹则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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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去得到一个捷舞 当我创举到鱼的竹刀 前方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创举算 我们做了一个比较晓舞 我看到要到第二次竹刀 我需要很快地去逾它得到很快地 所以我要不太高地做得非常快地 因为它使得你速度得很快 而且更快地速度成功 所以在第二次竹刀 I decided that I was going to do a wide turn to burn altitude. So as I came to the target, James thought I was going to do like a more subtle turn, but I ended up doing a much more abrupt turn. And when I did the really abrupt turn, He kind of hit the turbulence off of my wingsuit, which made him shake a little bit. 因为要挑战今年的连环穿把任务, 捷布今年换上了新的翼装飞行服, 升级后的服装能更好地帮助捷布进行陡坡飞行, 而且穿把的筋度会更高。 作为世界上最疯狂的极限运动, 翼装飞行运动的危险性和难度极大, 对于飞行地点和天气的要求非常高, 全世界只有不到600人敢于尝试, 死亡率高达30%, 运动员穿戴着拥有双翼的飞行服装和降落伞设备, 从飞机、热气球、悬崖绝壁、高楼大厦等高处一跃而下, 平均飞行速度每小时160公里, 最快时速可达到300公里, 每一次飞行都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危险。 本次比赛是世界翼装联盟在天门山主办的第六次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 和往年不同的是, 本届赛事设定了全新的S型飞行线路, 起跳点由已经使用了五年的天门山昆蓬顶跳台, 改为新建的天门山玉湖峰玻璃跳台, 选手经过骑门时距离山体将不足10米。 如履深渊的悬崖之巅, 吸引着全世界最优秀的翼装飞行员, 还有第二次代表中国出战的中国翼装飞行第一人张树鹏。 这次比赛有很多国际顶尖的选手, 然后这里边有一些是以前我们就认识的老朋友, 然后还有一些这次新增加的一些新的面孔。 中国选手张树鹏顶住压力, 在第二轮比赛中稍稍偏离把心拿到40分的高分, 与卫冕冠军法国人文森特·战斯克, 美国选手布兰登·麦克赛尔同击70分并列第二。 根据世界翼装飞行联盟制定的赛事规则, 穿把赛如果出现同分, 则以竞速赛成绩区分排名。 中国选手张树鹏竞速赛成绩在三人之中排名第一, 因此获得2017卡拉堡翼装飞行试景赛, 精准穿把赛亚军, 创造了亚洲人在此乡算事中的最佳成绩。 2011年, 捷布克里斯在2011翼装飞行穿越天门极限挑战活动中, 穿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天然穿山荣动张家界天门洞, 从此捷布被誉为了天门第一飞侠, 那次穿越是翼装飞行极限运动首次登陆中国, 天门一跃, 中国人认识了翼装侠捷布克里斯。 我完全记得这个第一次飞行穿越海拔, 那是我的生命最美丽的一项目。 这飞行穿越海拔是我的全身最最定的一刻。 我全身的一线天, 看速度多么快, 尹仙天, 等待着他, 他从中部穿得过来。 此后克里斯相继穿越江郎山一线天, 完成黄牙关长城人剑穿拔。 第二次的挑战, 穿拔很新通过, 大家看一看, 这一次就是完美的Pumpwork的一个表演。 六年之后, 克里斯再次回到梦想起飞的地方, 挑战人类无动力飞行极限连环穿拔。 我真实认为, 这特地区域是一种最美丽的地方, 不仅在中国, 但在地上。 我真实认为, 这是一个真实的美丽的地区, 和这种活动的完美。 这一次, 捷步将搭乘直升机飞临天门山上空大概一千米的高度, 然后纵身跃下, 并向山脚下俯冲, 途中将连续穿越架设在天门山山头的两大把镖。 但是, 因为, 在地上的第一个地区, 它们是很难受的, 一切很难受的, 只要是一切的一切, 因为你会有一个地区, 因为你会有一个地区, 你会有一个地区, 但是, 但是, 你会有一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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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那会让它更加一区, 它更加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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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是第一次我曾经做到这区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翼装飞行诞生的20年里 全世界敢于尝试翼装飞行的运动员 已经有30%将生命献给了蓝天 就在天文山 克里斯失去了他曾经的好朋友 维克多科瓦 2013年10月8号 参加张家谢天文山第二届 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的部分选手 来到天文山国家森林公园试飞 熟悉比赛环境和路线 作为大赛的组织者和技术指导 以及第一位穿越天文山的一庄侠 当天 捷步出于天气和风向因素的考虑 曾极力劝阻维克多 不要冒险强行试飞 参加蓝天文山 每个人在第一次游战上 飞升高的游战 来看它 你只做那些游战 所以你能看到 你飞升高的游战 这就是我们做的一部分 你必须知道 你的游战是 下午三点左右 第四个出发的匈牙利选手 维克多·科瓦茨 遭遇强烈的侧风 飞行轨迹出现巨大偏差 在进行第二次大角度转弯时 身体突然失控 在没有及时打开降落伞的情况下 急速下坠 跌入山中 从起跳到坠落 只有短短四秒钟 结布回忆 维克多出事前 并没有按照自己提出的技术要求 进行试跳 所以在四步 五步 六步 你能够飞升高的游战 每个人都应该做 每个步 Victor决定 在第一步 这种情况下 你去到一个地方,你没有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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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且, unfortunately, when people do that, it can end the way that ended. 很多的旅行的空洞都在世界上都没有做这种 mistake, 他们没有做到的时间,做到的 homework,做到的速度, 在天门山二十弯处悬崖下被发现,失去朋友是令人遗憾的,这件事也提醒了捷步自己, 在以后的飞行中,务必确认人身安全,否则就会失去享受翱翔蓝天的机会。 很不幸,维克多就不能和自己一起继续飞行了。 再次回到天门山,劫不坦诚,失去朋友,车祸意外等等,都是人生的一部分, 也许这些都是必然要发生的。 If let's just say I stopped base jumping right now, I stopped flying wingsuits right now, I stopped diving with sharks right now, I'm still going to die. That's not going to stop me from dying.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my life will come to an end. You cannot allow the fear of something that is completely and absolutely inevitable, prevent you from living your life and living your dreams and doing what you love. Ten seconds! 2012,捷步在南非做类似的一次精准飞行时,几乎上去。 Three, two, one, see ya bro! You're telling me right now. You need to go towards wet and look at the wind, what you want to happen with your dreams? Lesson learned about the wind. You need to go to, you don't know what to go through. You're always going to go to the wind! You need to go to the wind. You need to go towards the wind. You can go to the wind. 当时捷布从一个悬崖跳下 像割断绑在半山腰离地两米的气球 不料绑气球的绳子被草缠上了 气球离地不到一米 最后捷布的双腿 以120公里的时速撞到了山上 虽然及时打开了降落伞 但是因为绳子缠到了一起 他重重地跌落到了山腰 等人赶到的时候他已经昏迷 结果因为失血过多而几乎丧命 两年内他先后做了四回大手术 送到当地医院之后拍片显示脚踝骨折 当时所有人都替他惋惜 觉得他再也飞不起来了 然而他却在康复中逐渐找回了自信和勇气 慢慢地开始练习蹬腿 一段时间后骑单车也毫不费力了 终于在康复大半年之后 这个汉子再一次站到了山顶 当他带着一丝丝畏惧跳下的时候 他找到了曾经的自己 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束缚住他的自由 稍后看点 环法挑战赛登陆中国 两千多名参赛选手在旺城体验速度与激情 中国环法第一人继承领棋 逐梦脚步从未提前 环法挑战赛嘛 那挑战的是我们的赛道挑战师 百年环法梦 中国车手继承 远赴欧洲学习 经历了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你就感觉自己特别没用 我练这么着 这人车白练了 什么都不会 一个比赛都比我 新闻当事人 直击2017环法中国挑战赛 对话中国环法第一人继承 正在播出 5 3 4 2 1 加油 大家好 我是同贺 现在是早上时间7点 那我现在呢就在2017环法中国赛 挑战赛长沙旺城战的出发点 你看选手们已经开始出发了 今天呢有两千多人参与我们的比赛 分为三拨 50公里 80公里和130公里 三个组别五拨出发 快给他们加油吧 哇 好快啊 9月10号上午7点钟 2017环法中国挑战赛 长沙旺城站在行政中心广场 铭枪开赛 已经有114年历史的环法自行车赛 在湖南长沙旺城第一回登陆中国 分设了50公里 83公里和131公里 三个不同里程的比赛项目 面向各个水平的参赛选手 这类比赛的经验 主要是长距离的 131公里赛道 50公里和80公里赛道 这主要是以爱好者为主 环法自行车赛是全球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自行车赛事 在国际赛事上的地位仅次于足球世界杯和奥运会 原意是站点即为环法挑战赛系列的一站 是由环法专家设计的单日赛程 给业余自行车爱好者提供一个体验环法独特氛围的机会 法国的环法挑战赛开始于1993年 至今已经举办了24届 是全球最大的业余自行车活动 每年吸引约13000名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自行车爱好者和环法粉丝 为了让全世界的车迷都能够感受到环法赛事的独特魅力 环法主办方在一些别的国家和地区 特别设置了环法挑战赛 目前全球有澳大利亚 英国 巴西 巴拉圭 阿根廷 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 都举办过环法挑战赛 第一回登陆中国 这一回望城站的赛事设计路线 以湘江古镇群为主线 沿途将湘桃小镇同关 湘江小镇进港 湘魏小镇桥口 湘系小镇新康等特色古镇 以及风光秀丽的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囊括其中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多名自行车爱好者 踊跃参赛 其中也包括一位特别的选手 继承 你一定会好奇这个选手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 这个出生于哈尔滨的80后小伙子 是首个参加环法自行车赛 玩西班牙自行车赛 玩意大利自行车赛 三大环赛的中国人 在中国自行车运动爱好者中 继承是他们追求运动梦想的领路人 您是参加环西环法环翼 这个三个比赛的第一人 中国首人 当时有没有觉得压力特别大 还是有的 其实那个压力每一个大方赛 因为我参加第一个大方赛的时候 我们车队还不是试群赛车队 试群赛车队是自动被升到必须要参加的一些比赛 当时我们叫周期职业队 周期职业队是会被组委会拍发 我们说叫外卡 被邀请了才能参加这个比赛 但是你被邀请了 团队每个团队中大概有24到27名选手 只有9个人能参加的时候 你就相当于你被选中的时候 其他的除了9人之外 那些选手都没有带参加 那你无形当中是这个团队中的比较重要的预言 但是呢 车队让你来给你这个机会的时候 你要证明自己撑得上这边一个机会 你的价值是值得被挑选 或者你在这个团队当中的这个角色 是值得被车队肯定的 每天你不管你好坏 你体力好的时候 你体力不好的时候 摔伤了受伤了的时候 你都要去一步一步的 一下一下的登陆你的自行车 到达中的 都会就是 原生的力量 我证明我自己 我证明中国人很差 这是2012年继承在参加环西班牙自行车赛之后 接受采访的内心独白 继承在中国自行车运动上的追梦之路 是值得人们尊敬的 从15岁在黑龙江省体校专项练习自行车运动 到2014年成为第一位完成全程环法自行车赛的中国选手 继承骑制自行车用了12年创造了中国骑行运动的历史 是 因为你第一次参加大环赛 你会想到很多困难在你面前 但是你想象不到到底有很多困难 不知道实际进行当中 你会面临多大的挑战 你尽可能把它想象得更加困难一点 但是实际上等那个困难来临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会预想不到 1999年继承进入了体校 开始中场跑训练 他的运动生涯逐渐进入了正轨 2002年继承掉入了黑龙江省自行车队 当时的继承根本不知道还法是什么 他就想着赶紧参加一些比赛 然后能够留在省队工作 也算是能挣钱养家 孝顺父母了 进入省队之后 继承很快开始崭露头角 2004年在全国比赛中 他获得了第三 让他一跃成为国内这一年龄段的 小学手中的佼佼者 但是从全球看来 国内的自行车运动水平还在起步阶段 教练和队员都在摸索前进 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 成为了他们最为一致的想法与需求 两年之后 荷兰杰安特·喜马诺车队 在中国物色有发展潜力的小队员 继承很幸运 他抓住了这个机会 开始在欧洲的留学生涯 这是一条没有任何成功经验 可以借鉴的路 前途未卜 比如说他就像一个大熔炉一样 你是不是金针 你只有投入这个熔炉当中 你才能看出来你是不是金针 也是自己憋了一口气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成 看看我可不可以 中国自行车的绝对数量和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曾经被誉为自行车的王国 但是在顶尖世界自行车运动赛场上 却一直显有中国人的身影 根据中国自行车协会官方统计 目前中国专业的自行车运动员 有2000多位 刚好是法国注册自行车选手的1% 环法大赛100多年历史上 中国人没有参加 更无法在这个最受瞩目的自行车赛场上 产生世界一流的自行车赛首 在奥运会中 拥有18枚金牌的自行车项目 作为体育大国的中国 从未夺过一块 2007年4月 继承抵达了欧洲 开始更为专业的自行车运动学习 但是对职业车手生活的无限憧憬 很快就在现实面前破灭了 生活 训练 比赛 所有的一切 都与在国内专业队的经验截然不同 发现你之前在国内所学到 所用到的 你已经习惯用的东西 都是否定的 那边所有的东西 到现在都是你一笑自理 去银行办签证啊 房租啊 水电啊 除了语言 更让继承感到棘手的一个问题是 如何迅速地改变 在国内五年训练中养成的习惯 每个月3000公里的训练量 300欧元的生活费 那时候的继承 一度看不到希望 在国内的教育你的时候 拐弯的时候一定要减速 注意安全 不要吹净 在国外的时候 抢弯之前像冲刺一样 你完全不适应这种节奏比赛 国内比赛一般都是绕成高速 平路 最后冲刺 起伏路赛段或者难一点的赛段 设置的比较少 而国际自行车还赛不一样 在历时二十几天里 全程3200公里左右的比赛中 参赛者要经历温度的变化 难度极大的上下坡 这要求选手们 要有超强的连续比赛能力 对体能耐力都提出了极高要求 真正适应职业车手的训练和比赛 继承用了两年时间 正在继承以为自己的追梦之路 展露希望曙光的时候 命运又跟他开了一次玩笑 2011年继承参加环波兰自行车赛 在第六个高山赛段转弯处 继承摔车 左侧大腿肌肉断裂 1.5升的淤血 堆砌在内 这样的伤对于任何一名职业车手来说 都是致命一击 因为有可能此前付出的一切努力 都将付出中流 有没有想过去放弃了 我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 基本上就到这结束了 这件事是说 实际上你还不如把腿骨装断 因为你腿骨装断 那我们已经节省了 大概三个月就可以了 但是你这样呢 可能大概要 最少将近要一年的时间 那后来是怎么战胜了 这种低落的情绪 还有这种负能量呢 我就跟着康复计划 去恢复自己的体能 最起码你要做尝试 在放弃之前 你要给自己一个 百分之百的交代 就是最起码我尝试过了 我想起了各种办法 来恢复我自己的这个伤情 恢复我自己的体能也好 恢复我自己的竞技状态也好 我想重新回到那样的 一个起点的时候 但是你没有尝试 你就放弃的话 你肯定不会成功 2012年 继承参加环西班牙自行车赛 在这次比赛中 继承的主要工作是 控制车手大集团的速度 以使得比赛进程 对主将最为有利 但时不时的 还要来承担运输的工作 我们看到继承 正在往衣服里栽的水和冰块 就是带给在前面骑行的队友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觉得 我也可以做主将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刚刚讲的 你每个人有自己的定位 因为你不是那种 冲刺型爆发能力 特别好的选手的时候 你要找到适合 自己的定位和角色 尤其是在一个车子当中 围绕一个主将 做战术安排的时候 你怎么样切入这个团队 把你自身的优势发挥得最大 这才是你应该考虑的事情 这次比赛继承完成了 全程3360公里 21个赛段的全程比赛 在第19赛段 继承遭遇了摔车 受伤之后 他不加思索地骑回了赛道 继续担当大集团领棋的职责 在后继承获得了表彰 本赛段最具英雄气概车手的 感动奖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登上 公路自行车最顶级的赛事领奖台 环西落下了帷幕 在通往职业巅峰的道路上 继承邪梦前行 愈行愈然 2013年参加了环意大利自行车赛后 2014年7月26号 历经了23天21个赛段的惨烈薄杀 3663.5公里的地域班考验 96个小时 1分30秒的实际用时 继承完成了环法自行车赛的全程比赛 成为百年环法第一名 玩赛的中国人 比如说一十年参加环法 然后第一站姿势 冲刺拿到冠军 穿上了代表荣誉山那件黄山的时候 他下来拥抱着你 跟你说谢谢的那个时候 特别有集体荣誉感 这个就是可能是你为之奋斗一生的这件目标 在近五个小时的骑行之后 最终最受瞩目的全程131公里 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 分别由来自长沙顺时针车队的陈凯和来自中国香港的梁洁宜获得 两位选手同时也获得了2018年环法自行车赛的直通资格 继承这位浑身伤痛而退役的前职业车手 因为身体处于恢复期 抵达终点的时间比预计的要晚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在自行车运动爱好者心中的形象 很多参赛选手纷纷上前要求合影 我觉得这个真的和专业的环法赛的赛道设置都 不一样 不是不一样 已经可以持平那个水平 有一些这个颠簸的路面 斜找的这种弯道 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些风景比较秀丽 包括这个爬山的难度 实际上这个赛段放到我们真正的环法赛道上 也是一个比较难的赛段 那您今天对自己的这个成绩满意吗 实际上就像赛前我说的 对于这个比赛 实际上大家就来安全全来享受这个周末就好了 对于成绩的界定 实际上我觉得既然叫环法挑战赛 那挑战的是我们的赛道 挑战的是你自己 对吧 你战胜了自己 你就是最棒的 新闻当事人 下节更精彩 新闻当事人 现在继续 新闻当事人 新闻当事人 新闻 kiedy locs人 改正の文章 やって参考